我们看到很多卖场卖的肉粽是冷冻的密封包装 它的保存期长达一年 但想想看 粽子里面又是米饭又是肉品 这个冷冻一年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对此肉粽店的老板说 这个肉粽买回家最好包上报纸 塑胶带再去冷冻 这样最多也只能够有四个月 而这个米饭如果松散的话就表示变质了 专业主厨也强调冷冻的温度 必须在零下18度以下 否则就对健康有所损害 卖场买来的冷冻肉粽 密封包装看起来干干净净 完全看不出已经冷冻两个多月 打开叶子表面已经干扁变硬 不过包装标示竟然可以保存12个月 冷冻一年真的没问题吗 如果你真的要冷冻的话 最好最多可以三个月 包尽多也是一个月啊 总共四个月啊 就是那个颜色会变 真的新鲜食材冷冻太久 不但颜色会变口感也差很多 实际比较冷冻跟新鲜肉粽 冷冻的就算重新加热 米饭口感也已经老化 而新鲜的肉粽米粒一定Q弹 卖场冷冻却可以放一年 现包肉粽最多保存四个月 业者还传授冰粽子的秘诀 再用一个塑胶带把外面封起来 这样包子不会湿掉啊 这样子才冰进冷冻库 它也是能维持那个原味 塑胶带 包纸层层包叠 再放进冷冻库 肉粽既保湿也能保持风味 专业主厨说保存肉粽 第一要密封包装 最好在零下18度以下 糯米松散的话恐怕已经变质 但其实家用冰箱冷冻库 大约只有零下7到9度 根本不能保存那么久 卖场的冷冻粽子 或许在零下18度可以保存一年 但一般家里冰箱温度不够 民众要购买之前 还是得看清楚保存条件 追求我们的林郑燕 刚莫洲高雄报道